人间苦空无常 愿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众世尘道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集的《新智智库》第二集 关于抑鬱症与鬼苦 亦是和《香港灵意录》合并的唯一一集 最近在《新智智库》当中 就知道有人把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然后在而企图自杀 由于《新智智库》这个节目 不是一个政治节目 所以是不会批评 或者是评论社会上的政策上的不足 抑鬱症在现今社会里面 已经扩散到 有老人家 产后抑鬱症 未婚抑鬱症 中年失业人士抑鬱 以至到社工和小朋友 一个人长期不开心 很容易不知不觉 就幻想了抑鬱症 而抑鬱症的风险 是会导致到一个人 由自闭走到自残 甚至乎自杀 抑鬱症 抑鬱症 是需要最少三至六个月的治疗 除了药物治疗之外 还需要接受 心理辅导或心理治疗 其实人人都知道 思想是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感受 如果把思想去矫正 就能够改善到抑鬱症 抑鬱症 抑鬱症 验食症 等等的病情 或者简单来说 抑鬱症的病因 腦部神经细胞之间的传递物 或者是汉耳母 一旦失去平衡 就会出现有不同的病症 根据WHO 就是世卫 预计在2020年的时候 抑鬱症是会仅次于观心病的 根据这个 Simon Ford 就是这个 弗洛伊德 认为 subconscious 就是这个词意识 是会影响 我们那个 意识行为的 他的理论 后期更加是演变到 Psychodynamic 就是这个 中文译做 心理动力 就是这个 中文译做 object relations psychology 就是对象关系 心理学 是靠过AT 就是 其实是 stand for 这个 Philipetic Alliance 直入 这个患者 那里 再利用 transference 就是中文译做 移情作用 去解决 去解决患者 过往的心结 对于轻微的抑郁症 大部分的 psychotherapies 都会 用这个 认知行为治疗法 去影响病人的 automatic frauds 也是不需要用药物的 当然用药物的 就是需要psychiatrist去开药 拿这个prescription 亦有人用圣经去医治这个抑郁症 就是这个biblical psychology psychology 圣经里面 经常说到的 平安 喜悦 就是要你 think positive 凡事都是从正面去看 有人 扣过灵修 去改善抑郁症 上一个世纪 抑郁症更加被 被纳入为精神病的一种 一位很出名的基督教徒的心理学家 Dr. Gary Collins 认为抑郁症 有时是受到魔鬼的介入 所以 是需要祈祷 和去驱魔的 但是这位Dr. Gary Collins 亦都同时认为 魔鬼的介入 的case 相对底下 是比较少的 而且容易去处理的 但是 相反 如果是抑郁症的病人 是需要吃药物的 他们所医治的方法 是会较为需要的时间 久了 而且也是较为慢 恢复的 抑郁症 有分为几大类的 例如有 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 亦都有 Penital Depression 更加有 Psychotic Depression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亦都有 Bipolar Disorder 亦都被称为 Mantic Depressive Illness 至于心理 或者是基因的 遗传 的抑郁 是会比一般人 较为高的 科学家 已经证实了 人的脑 的传递物 就是这个 Neutral Transmitters 脑部里面 一些传递物 一些信息的signal 他们需要一些东西去传递 这些我们就叫 Neutral Transmitters 那里面 是用来 控制 人的喜怒开乐 那 如果这些 Neutral Transmitters 是少了 的话 就是需要 用药物去治疗 而Neutral Transmitters 里面 是有分 Mononomy 即是中文译造 一元胺 也有NA 叫做 Nodrenaline 中文译造 甲腎上腺素 还有很多人不熟悉的 这个 Dopatin 就是多巴胺 再加上 Servatin 就是血清素 是会影响 体温 睡眠 情绪 胃口 的主要物质 还有 不少得的 就是这个 Garber 中文以为Gaba 会令到人的情绪 起落 会有上上落落 还有这个 Gutney 中文就叫做 谷安酸 是用来规范 大脑 传送这个讯息 那个记忆 和清除 这些记忆的 规例 规则 和神经线里面的讯息 更加有这个 Isealchalin 它是用来调节肌肉的收缩 控制心跳 和康姆 近年更加发现 人的睡眠的质素 和性欲 记忆等等 都是受其影响的 通常 Psychiatrist 都会透过 Drop Administration 去用最少的Doses 去 令到最少的Side effects 和副作用 去达到一个 最理想的效果 很多抗抑骨的药 虽然效果很接近 但是它们的副作用 都有所不同 抑骨症的药 是 直接影响的 这个 例如说 血清素里面的释放 和接收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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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rdination 以及去 推动它的平衡 以往 抑骨症 是不用这个 震症剂的 但是经过 临床实验 证实 震症剂 原来对 这个抑骨症 是有所帮助的 后来 所以现在有很多 Psychiatrist 精神科医生 他们也会用这个 镇静剂 去控制病情 同时也会用到 治疗 用这个 镇静剂去治疗 这个 焦虑症 在用药的时候 也会考虑不同的类别 比如说 我们经常听到的 有些叫做 M.A.O.I. 有一个S.S.S.R.I. 有一个S.S.R.I. 有S.A.R.I. 或者S.M.R.I. 和这个NASA NASA 这个不是太空 美国太空总署 这个是一个 Stanford 你们可以上网去Google一下 你想不想看 或者Payback 那个video 你可以听听 还有这个M.A.M.D.R.I. 还有S.S.R.A. 和这个T.C.A.等等 当然不止那么少 它还有分很多 如果你详细去看 其实它是有很大的蝙蝠 A.K.E.M.只缩了一小撮 旧药的副作用较多 但是它犯显 那些副作用大部分都已经反好出来 容易见到 由于过去 你知道 你去研发一只药 是要付出 要投资者付出很多钱 那我们要做这个PATTERN专利 那所以当然 那些药费会贵的 那 那 旧药就价位 因为PATTERN已经过了 那 它的药可以买便宜一些 那也是大众化 那很多时候都会被这个公立医院去采用的 那例如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 比如这个TCA 就是这个叫做Tricycolic Antidepressants 那中文译为三环素肋 那 而心药呢 就因为有PATTERN 所以就贵了 但是 虽然效果是好的 而且 也都是 已经临床 证明了它安全 但是它始终 它那个副作用 如果长期 服食 那个副作用 暂时 都未必会浮现出来的 那 通常呢 抗抑郁症的药 都是要用 就是 两至三个礼拜 才会见到有些效果的 在外国有些专家 发现 原来可以用SPCT SP ECT 就是中文译做这个 叫做 单光子 放射 电脑断层素描 来观察患者 脑部的活跃情况 和 一个正常情绪的人脑去比较的 那就发现 生活压力越少的人 他的脑部活动的功能 就会越 偏向于 又比较不正常 偏向于 接近正常的 那 除了呢 用科技去观察 患者 那个 患者 亦都可以用 透过 psychotherapy 就是心理治疗 去 治疗的 亦都是一个重要的 管理的 这一点 有很多人呢 自己幻想了 我这个呢 抑郁症呢 都不肯去接受的 那我想和大家 在这里分享一个case 那有一位呢 很喜欢买楼的 投资的 低中下层的太太呢 那为了呢 有多少少安全感 那和一个 比自己年纪 小的 丈夫 一起 不停地要求 自己的丈夫 去买楼 那 那 那当然 我说的是 低中下层的 那这位丈夫 也都不是一个 一些 是 富二代 那 那 那 他们呢 由最初住的公屋 后来呢 就买了私楼 那 就写了太太名的 繼而呢 再买多一层楼 就写给外母的 那又再打算在英国再买 那 那 全部都是归于太太名下 可惜当时的借贷是 借不到 所以后来转质呢 在国内买楼 那 通通都归这个太太的名下 那 那这个太太呢 发现了这个丈夫呢 因为长期工作 压力太大 幻想了第三期这个癌症 那 那这位太太呢 就四处走去找人算命 那 那 去找算命师 去找道长 去驱轨 那 其中有一位呢 就和这位太太说 就说 她姑家呢 就是她奶奶那边呢 就是丈夫的冤亲债主 那她单方面呢 就立即认为呢 她的奶奶那边呢 就是会向她 会问她追讨 可能那些物业啊 或者什么 那于是呢 这位中年的太太呢 就把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呢 都全部推在她自己奶奶的身上 首先呢 就批评自己的奶奶呢 没有学会 就不让她 已经不让她见 她已经患了癌症的那个丈夫 就是奶奶不可以见自己的儿子 那其后呢 更加毫无专卑地去 暗地里呢 就发了很多短讯 电话的 就在这里呢 暗中呢 就挑拨离间 母子之间的感情呢 就说到儿子很不愿意去见自己的妈妈 其实这件事未必是事实来的 那这些伦理道德关系呢 那阿Kim在这里就不愿意去评论了 那 但是很肯定一样东西 就说呢 这位太太呢 即是那位媳妇呢 就已经犯了这个 negative attribution style 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 并不是阿Kim是想在这件事件的伤口上面再灑盐 尤其是呢 在这些呢 每个人听完这些case之后呢 心里面都会觉得不开心 而阿Kim只是想藉着这个case呢 去想向一些同业呢 尤其是呢 为了是希望赚多少少作法 司法啦 作法啦 这些钱的人 不要胡乱 立乱地去说 什么冤亲寨主 冤亲寨主这四个字 去空 在问人 问命的人 那些人来算命 是不是都说有冤亲寨主 是不是都要作法 是不是都要 要 要找一些东西来说的 那 就是 如果 试问一个 如果你去 问命的人 如果一听到一个算命师 或者这些 法师 他说自己的子女 是自己的冤亲寨主 那难道你把自己的子女 遗弃在街头呢 那这件事根本上是天理不容的 那 那 其实 如果真的有冤亲寨主的话 用佛学 佛家所说的 就应该 有冤 有债的 就应该 将他了解了他 就随便 由得他 自然地去 了断 就应该由人 去做一些事情 去 勉强地去 违抗天意 那 如果反过来 用我们基督教 那个信念来说 如果 真的有所谓的冤亲寨主的话 其实 在我们的角度 一切都是一个考验 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考验 所有的心劫 是应该 或者敌人 或者敌意 是应该 用爱 去化解的 而不是 离家母子之间的感情 而这位 这位 儿子 其实在单亲家庭里面长大 由他的母亲 独力 是靠当时 80年代 在楼价高企 去炒楼 去 去 存起 一些积蓄 去花了 百多万以上 去 将自己的儿子 放让留学 回到香港 那 这位儿子 儿子 回到香港之后 就是在香港 取了一位 比自己年纪大的 中女 或者 就是现在流行所说的 成为他的太太 而这位太太 当时只是一位 sales 就在 新界里面 住一些公屋 那 结婚之后 就 当然 就 驱使了这位先生 呢 打三份工 为了要 满足他的太太 每一天 就做工作 超过十几个小时 就捱到病了 那当然 你可以说 是遗传 或者怎么样 那这位先生 是很年轻的 那每一天 工作 那继而去买楼 买完一层私楼 自己住呢 再买多层 给外母 又再在外地 买多层 就是 所有通通 都是归这位太太的名下的 那对自己的母亲呢 由他自己出来工作 在社会出来工作 直至到 患癌症 一共 连同给他妈妈 一直以来的冷气费 机票或者生活费 一共加买 都不及 合买都是大约三万元左右 那这位媳妇呢 就硬要说这个太太 就是她的奶奶 是她丈夫的冤亲债主 那不愿意扣露 自己和师生在哪里住 那当然 那位丈夫 也都要信从 这位太太的意愿 她自己的妻子的意愿 也都没有透露 那位母亲 而自己 说癌症的儿子 住在哪里 也不知道 那 更加悲惨 就是 自己 不愿意 那位 妈妈 连见自己 儿子的机会 也没有 而那位太太 就是 现在守候着 那位丈夫 的人受保险 而这位 患了癌症的丈夫 也都无力去反抗 更加也不知道 这位 她自己的妻子 是如何 在电话上面 侮辱自己的妈妈 世界上 有如此的人 阿肯在这里 我不想批评这位 媳妇 我只是 可怜她 无知 和同情 这位母亲 只能够 我只能够做的 就是每天向神 祷告 也希望这位媳妇 可以早入回头善岸 如果她信佛教的话 在主的面前 懒悔 因为神是行公义的神 因为神是行公义的神 到现在 很多医生都说 这位儿子是 不能够了 但是这位妈妈 依然每一天 去教会里面祈祷 希望她自己的儿子 神可以医到她的儿子 在这里我都希望 神是行公义的神 可以医到她的儿子 那 以上这个例子 都只是冰山一角 其实 在我们的周边 有很多 类似的 例子 希望大家 如果看到这些 都可以 如果是教徒的 可以为他们代讨 也可以 对他们 多些聆听 让 双方面 都可以有一个舒适的机会 希望大家 如果有心结 和有压力 都可以舒适 又或者可以藉着 祷告 将一切交托给神 神给你的 神不是故意给一些 不幸给你们 只是给一些考验 神给的考验 是我们背得起的 如果我们背不起的 神是不会给我们的 只是一种考验 希望大家 如果遇到任何挫折 或者困难 都向主 祷告 最后 多谢大家收看 顺带一提 是的 不要将每一件事 都跟鬼 斜上关系 或者什么冤亲宅主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